ただ僕の隣で その笑顔も涙も ある番組にしまった ずっと大切な日々 きっと世界中の愛してる じゃなりないけど 僕は君を愛してる 日本知名經濟公司捷尼斯 最近經歷了人事大地震 副社長隆澤秀明前腳才剛閃電辭職 後腳新生代King&Prince 暗憂太平野紫耀 神公司勇太也要退社 引爆新一波退社潮 消息一出震驚粉絲 傑尼斯近年力捧五人男團King&Prince 人氣很旺 傑尼斯在深夜發出聲明表示 5名成員從去年底開始 常常討論到團體未來的活動 過程中大家對於海外活動的想法 以及未來的目標並不一致 經過多次討論之後 決定尊重彼此的意見跟決定 傑尼斯也強調 原定是要在五日公布消息 突然在四日深夜臨時宣布 就是為了希望不要讓小道消息流出 King&Prince 11月4日才剛上完日本老牌綜藝節目 Music Station 隨後也在官網釋出影片 King&Prince 是 這次我們要告訴我們今後的活動 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會播放 2023年5月22日 我們三人的吉祥太、平野賞、神宮寺祥太 我們三人的活動 我們終於成功 平野神宮寺は2023年5月22日 吉祥是2023年秋季を持って Jennies事務所退所做的事 我們要做的事 KING AND PRINCE 我們要做的事 非常感謝 2023年秋季まで 我所屬於Jennies事務所 我所屬於Jennies事務所 2023年5月22日 我們要做的事 KING AND PRINCE的活動 我們要做的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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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順ào 之後 KING & PRINCE поскольку今晚歸 cycle 希望願他們 跟人家 今晚的 稅任 在我的手上 我以为自己的参加 我以为自己的参加 我可以做了 инт Kaito和我三人之間的KING&PRINCE 我真的想要继续下去了 但我希望KING&PRINCE 能够保持下去 我希望KING&PRINC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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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工作秀民才抛出震撼蛋 如今KING&PRINCE在走三人 建立是能不能穩坐偶像 經濟公司霸主的地位 讓人擔憂 我希望KING&PRINCE 我希望KING&PRINCE